很多人擔心買了海外樓 收樓時要花一段時間 在當地驗收層樓 等發展商執收 又要定期飛過去打理單位 其實這個想法已經是過時了 中原地產為新加坡的樓盤買家 提供六大租務管理服務 就可以幫你節省不少錢和時間 新加坡中原地產 提供一站式的物業租務管理服務 由收樓到物業的出租 以及物業的檢查 我們都一應俱全 首先由收樓講起 由業主在買入物業時 已經可以委託中原 幫你拿鎖匙和收樓 收樓之後 中原可以幫業主 跟進執樓、執收的工作 幫你驗來去水 天花、地板、廚櫃和煮食工具等 所有交樓配備 中原都可以一次過 代表業主和發展商溝通 跟進執收的項目 確保單位質素滿意才收貨 租給人或自住 都需要有基本傢俬、燈和窗簾等等 中原會幫你委託裝修公司 進行安裝和跟進 都是免收費用的 很多香港客人在買了一層樓之後 都會考慮出租 如果你都有這個打算 中原可以幫你找租客 但客人看完樓 簽了租約合同文件之後 中原就會用網上或郵寄的方式 將租約轉交給業主 到租約快到期 中原就會預早兩個月提醒業主 看看他們想不想再續租 如果業主希望將單位續租 但不清楚租金水平是否市價 還是要稍作調整 又或者業主想賣樓 中原會為客人提供市場分析 確保他們獲得最新的市況資訊 以合適的價錢出售或出租單位 水電集費及稅單 海外業主未必會即時收到 亦可能會由第二五 中原會提供服務幫業主收信 或者以中原辦公室作為登記的地址 定時定後提醒業主 何時交管理費及物業稅 關於稅務方面 如果第一年收樓單位 新加坡需要分兩次繳納房產稅 第一次在收樓時 第二次在政府股價後 每次中原都會向業主提示 讓他們不要忘記交稅 在新加坡將單位出租 是需要繳納入息稅 中原當然不單幫你報稅 還會提示你入息稅要交多少錢 何時交稅等等 以上一站式的租款方案 特別是為VIP客戶而設 只要你透過中原 在新加坡購買或出租物業 就可以享有這些服務 讓你身處在香港 都有專人看管理層樓 那就安枕無憂 享受到更高的投資回報 就好了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